我知道他们讲得很好 你很好 问题是我没有兴趣 各位你不觉得我们也常常犯这个错误 包括我在内 因为我们都是讲 我们很少听 有时候我们之所以推荐不到人 不是OBB讲的不好 是因为你只是想到你 我们想到我们什么 我们讲OBB的目的是什么 推荐他嘛 所以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目标是什么 自己嘛 我们为了自己嘛 我们没有为他 他到底要什么我们知道嘛 我们以为说他 安利 因为安利有太多优点了嘛 太多吸引人的地方 我们以为他一定会 看重安利的某一点嘛 所以我们碰到对象 我们就拼命讲 安利非凡自由 安利有保障 安利可以赚到 安利可以 这个旅游 安利可以做头灯 产品怎么样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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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没有兴趣的话 跟他也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啊 所以多年来他说 这么多的领导人 皇冠大使跟他讲 安利 他都无动于衷 那这是为什么你加入了 他说因为这个人 他没有跟我讲 安利很好 他反而问我说 我为什么当司机 而且很用心的听 我的心路历程 各位 只有这样他 他才可能知道说 他到底他要的是什么嘛 对不对 如果你不知道 你的对象要什么 你把你讲的 天花乱坠都没有用 只有当你知道 你的对象 要的是什么的时候 所以 我觉得你刚才 你讲的很好 引起他的兴趣 对吗 所以各位 如果你的朋友 对象不想听你的案例 记住 把他颠倒过来 想办法 启发他 影响他 让他产生兴趣 他有兴趣 听你讲 你的OB 才能够真正的 发挥那个效果 安利的OBB 是很厉害的 安利这个制度 是非常非常 这个吸引人的 我们之所以推荐不到人 是因为我们 讲了OBB 之后对方根本没有 用心在听我们讲 他们之所以 没有用心听我们讲 是因为我们 一厢情愿 把我们的意志力 强加在对方的身上 要他听你讲 同样的道理 推荐的也是一样 我教你一下 我觉得 我全力鼓励你 一个月推荐四个到五个 如果能够推荐个 八个更好 可以的 还有很多很多 还有几百万的对象 在外面 OK 反正不断的去推荐人 而且 强势一点 其实不要讲强势 积极一点 aggressive 就是 我觉得 如果 你用刚才我那个方式 引起对方的兴趣之后 讲完OBB之后 我觉得他加入的机率 应该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 OK 因为对方有兴趣听你讲 你讲完之后 我相信 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 他会加入 可是我希望 我把那个 他加入的 这个机率提高到 百分之九十 甚至百分之一百 想不想知道 那你就积极一点 所以积极一点 是这样 你讲完之后 其实你们都 都学过的 你的领导人都教过你的 你们有些人在用 有些人没有用 其实很简单 申请书 拿出来 交给他 比较给他 然后呢 看着他 OK 你看着他就叫他 这个事业很好的 你不会后悔的 你就加入吧 我是用我的方式讲 你用你的方式 这基本动作是一样 申请书 比 眼睛看着他 然后呢 你就 射出你的脑波 他会加入的 他会加入的 你看着他 他会加入的 他真的会加入的 哎呀 拜托啊 你又不是叫他买房子 他买房子 几十万 一百万 甚至几 不是几十万 几百万 对吗 几百万 上千万 几千万 他当然要考虑啊 你送出 再厉害的脑波 他都不会签啊 申请书 加入案例 加入全世界 最好的创业机会 他不会加入 才怪 看着他 他就加入了 试试看 谢谢 谢谢大家